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群女跟我這樣過 在這坐電梯的時候 有時候操縱你腿才進去的時候 她就嗶了 你的腿沒進去你就 哇 嗶 好糗喔 超尷尬 有時候門開太久也會啦 所以你不要誤會 沒有 我相信小婷姐說的 那有時候那真的很尷尬 她就看你 然後再來就是 我之前比較胖的時候 我還記得是維銘哥吧 就很久以前在錄影的時候 然後她就在背面這樣看的時候 她就突然拿菸出來說 欸 幫我點菸 因為她說 我大腿這樣好像會出火 這樣摩擦 摩擦 看起來會有火 好壞喔 對啊 就是最重的 那應該很傷心又生氣吧 對 還好我已經過了 比如說 好好 那我要好好瘦我的腿 對 有嗎 有啦 我有想過 因為我覺得腿好像還滿重要的 所以後來我也有開始去看 市面上 然後跟爬文看 那個網路上有什麼TOP1啊 什麼雞鞍啊 我就會去試 對 所以雞鞍是很便宜的意思 雞鞍不是刺雞 妳說雞鞍 妳有沒有看到我 我只要看到雞鞍就爬出來了 雞鞍是相後的大 我以為雞鞍就是 就是那種 爬本 安心是不是 對 雞鞍是 雞鞍的安心 對啊 很大耶 雞鞍 這便宜 妳沒搞清楚在亂買 我都沒有用 我都要清湯的 我氣死了 喔 好 好 沒關係啦 以前過了就算了 未來看能不能補救一下 好不好 我現在已經在救完了 救完了 對 已經完美了 背書 妳標準這麼低 妳可以再更好一點啊 妳不管上半身多快嘛 下半身像王思佳 對不對 我肯住啊 很快耶 剛剛她很吃重耶 這樣撐得住嗎 不知道 妳要共丸喔 對啊 這樣就會共丸 但是如果我們要改善 妳這個棒棒腿喔 其實我們要先從 她的原理開始著手 對不對 為什麼會棒棒腿 什麼理由 會變這樣 OK 這個話其實我們分 三個層面來講喔 一個就是說 是這個 水腫的部分 然後 脂肪 還有肌肉這樣子 那水腫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像剛才分享的一樣 就是說 懷孕了之後 還有荷爾蒙的變化 那還有就是 就是年紀越來越大 這個都會有一些這個影響的 年紀大比較會有棒棒腿啊 喔 因為地心 也有關心 那還有就是 待會會談到就是 腿也會下腿 不是吧 靜脈曲張的這個部分也會 喔 OK 靜脈曲張 這個也會讓這個水腫增加 對 那脂肪的部分的話 就是因為像大部分女性朋友 其實還是會 就是懷孕生殖嘛 那那部分的時候 其實荷爾蒙這個變化 他會讓你的這個脂肪都會囤積在這個 臀部跟大腿的後方這樣子 就所謂的這個 有好聽一點的名字嗎 有好聽一點的名字嗎 不變動物嗎 伏貴又好了 伏貴又好了 OK 那那個脂肪的部分的話 那還有另外的話 就是肌肉的部分 那肌肉的話 其實現在大家都比較流行 穿這個高跟的這個鞋子 對 所以會讓這個 小腿的肌肉 一直處於這種緊繃的狀態 對 那因為這樣等於身體 會告訴你一個訊息說 我這個地方就很需要這個 肌肉的收縮 所以那邊的肌肉會越變越大 蘿蔔腿就這樣出來了 對 所以我們其實很常看到 就是所謂的 複合式的那種粗腿 就是說它有水腫 然後再加上 加上脂肪 然後再加上肌肉這樣 那這怎麼辦 這是一個套餐是不是 對 真的 學校的都有 那請問一下 我們現場這三雙腿 有符合你說的交接嗎 對 我們要怎麼樣去判別 說我們是屬於哪一型 OK 其實水腫的話 其實很好分辨 按下去是誰 你要不要出來幫我們辨別一下 其實水腫的話 像你的話其實就 其實就一點點而已 它這樣子還有水腫 因為你這個其實沒什麼脂肪 一點點 都皮嘛 然後這個地方這個就是肌肉 所以它這個有水腫 一點點而已 因為才能穿高跟鞋一點點 一定會有一點點腫 我的應該是水腫吧 你的應該都是肉 你的話其實水腫就不會很多 那我這是什麼 脂肪 下面這邊是雞肉 就是雞肉為主 很棒啊 雞肉反而可能不好受 很棒 可以賣個好價錢 賣個好價錢 它這個有 它要買你咧 像你的話就 我知道你在跟我調情 OK 那像這個的話 就是雞肉為主 就是雞肉就比較大 然後有一些 親賣出雞肉 對 它這個有一點嗎 可是你水腫其實 對 它這個也滿嚴重 這個會 對 可是你水腫的話 就是裡面 你們三個裡面來講 你是最輕的 有暈度有差 對 因為每個人 其實都會不一樣 就是說不是一個 怎麼樣一個指數 就可以講 你是全部都有過什麼 對 那我會水腫 搞不好我最嚴重 我這麼勞累 對 你那個水腫比較厲害 真的喔 比較厲害 對 然後你肌肉比較小 對 然後你水腫是比較厲害一點 但是比較沒有脂肪 沒有脂肪 我沒有脂肪 沒有脂肪 對 很少 沒有脂肪 沒有脂肪 那裡面是什麼 水腫 水腫 沒有 水腫 但是水 所以我這個很好消是不是 會更瘦 對啊 你這個話其實還滿好消的 或是說你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肉毒打一打 就是把肌肉弄小了就對了 就不見了 那就變成名模的腿了 對 所以沒什麼肌肉的 肉毒可以這樣直接就處理掉 就立即的是不是 對 就是肌肉的話 就是以肉毒為主這樣子 但是如果說你的肌肉弄 非常的大的話 其實可以用別的方式 像我們有用這個所謂的這個 超高頻電波 對啊 那個是什麼 把它燒掉不是 對 就是把肌肉燒掉這樣子 對啊 我最近聽到好多人 這樣子受腿 可是那個話其實是 你只要一次消的量 其實沒有很多 一點點的話其實很安全 那就沒有用了 如果只有一點點的話 你不要那麼貪心慢慢做 對 滴水穿石 就是讓它慢慢慢慢的變變沙 可是要追求 就一次就脫胎換骨 沒有 好激烈 你這麼雞胺 好雞胺 好雞胺 他有什麼雞胺 對 可是比較雞胺的這個 做法的話 比較危險 你不要那麼皺面 你還要改這個衣衫 我發現你離他太近 你會受影響 人家太會的影響 還好害羞 吃什麼啦 對 如果說你那個 消肌肉的這個量 一次裸太多的話 會讓這邊的這個 裡面的這個肌肉群 整個都纖維化 那可能就是腳就 不能走路了 對啊 那抽脂的話呢 現在如果說是做這個 所謂的傳統抽脂的話 其實我們一般 病人來諮詢的時候 我每次都會 每次他們都會問我 我想說哪邊做 比較痛這樣子 那我就會跟他說 其實全部 最痛的就是小腿 蛤 為什麼 因為小腿的話 事實上這個 皮膚的部分 就只有這一小塊範圍 那如果說一腫的時候 就會整個都撐得很強 會很瘋 對 像譬如說像肚子的話 因為你這個整個表面積很大 所以抽完了之後 如果是算腫 它還有一個空間讓你腫 所以比較不痛 這邊其實肚子來講 是最不痛的 最痛的就是小腿這樣子 曾經有患者有形容過 好像是 走了兩萬公里路這樣子 哇 你的動作 路的時候其實不痛 之後就要做圓的那段旗 那恢復期要很久嗎 小腿的話 因為也是一樣 就是那邊的循環比較不好 可是我們還要穿那個襪子 對啊 很緊的那種 可是我跟妳講 我其實就算穿 我要教大家是不用遮 但是可以讓妳的 可能把這缺點 但可以變成優點 就像我最近很流行這種 它叫做老爺褲 因為它現在就是很流行 就是穿到胸部下面 然後它就會 好高腰的感覺 退彼氣了 還沒 然後它這個就可以 真的耶 就是這樣可能 這個就可以勒很緊 然後就有皺褲 妳就會假象的說 好像妳的腰很細 等一下 後面看出牌子看